不能够翻译经典 我们中国人 对自己的文化 特别是佛经人 要有自信心 我们十分的幸运 非常的有福报 佛经传到中国 中国历代的高僧大人 句句实实都是有修有正文的人 要不然呢 他就没有这个宫典 来翻译佛的经典 正文 也就是在佛经上所讲的理论 他都能证明 他都能证实 如果不能够亲自证实 只是听佛说说而已 自己并没有见到 那总是说出来了 写下来了 总是隔了一层 这样讲解我翻译的时候 决定容易发生偏差 中国自古以来的高僧大人 不论出嫁在家的修行人 都是有修行 有正文 所以能够注解经典 讲经说法的善知识 都不是犯反之辈的反复啊 那么这些佛门的圣贤人 留下了这么多珍贵的典籍 助记 我们只要能认识中文 是人人都能够去探讨 去深入了 这是可以说 祖先们留给我们 无尽的文化智慧遗产 我们要愿意去 继承这份遗产 接受这份遗产 我们的祖先 只要求我们一个条件 就是这个遗产交给你 你要能够去看得懂它 这个条件就是 你要能读所谓的文言文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条件呢 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的祖先 他们非常的有智慧 我们今天观察 整个世界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祖先 都没有想到 那就是他们的智慧 他们的经验 要用什么方法来 把他流传 记录下来了 让他能够传之千年万事 永远保持那么纯度 不会产生任何的变化 这个工具太重要了 而中国人的祖先 了解了这一句 他知道 言语呢 会随着时代来变 所以古人的言语 跟我们现代人呢 不一样 他用法不一样 用词不一样 好像我们现在年纪大 看到现在年轻人呢 在网络上打的这些字 说火新闻呢 真是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他们说的一些流行话呢 也是极其惯惯 他们知道我们师傅 就不容易去理解 这是语言呢 一般应用文跟实际文章 不同的地方 如果文字跟普通应用的言语一致的话 经过长久的时间之后 后来的人对于这些古老的语文呢 就没有办法去认识的 变化太大了 所以我们在西方的文化当中 我们看到 希腊文 拉丁文 这些呢 文字文章流传下来 对现代人而言呢 这些语言 就是语言的 这些语言之语